《冰冰》 哈喽 你的檸檬茶好啦 这家店算是我的一种纸念 很幸运的就是遇到了他 之前都有这个想法开一家店 后来我跟他说我的想法之后呢 他就把他的工作辞掉了 然后呢跟我一起做这个店 所以说如果没有阿肩的话呢 可能就不会有这家店 是吗 是 然后呢我们的那个围裙跟海豹 都是我们自己去手工去做的 进去的水果然后现打现切 包括那个铺盒的话呢 都是我在外面亲手中的 我们就觉得用自己双手做出来的东西 才是最好的 我们说来柠檬茶最重要的东西 是这个柠檬 当初的话呢会自己一个一个的去啃柠檬 对柠檬品质会比较严格 所以的话呢才会弄出来这个柠檬茶刚刚好 就是酸酸甜甜刚好适中 我们是会把一根柠檬 放进去然后跟冰块一起锤打 就是为了锤打那个柠檬出汁 没有加任何的柠檬浓缩果汁 我们拉茶这个步骤呢 是为了去除掉茶叶里面的清臭味 然后呢会喝起来不会那么涩 然后呢会喝起来不会那么涩 好 这里 然后会酷鼻子啦 现在的话呢就是会为自己热爱的东西去成长 然后呢慢慢的不断去成熟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我身后多了一个男人 这个非常厉害的男人 默默在我背后支持的男人 继续夸张 然后呢不管怎样都忍受我的男人 摔下星星带上你的肩膀